再次地震造成天王星大楼倾斜倒塌 虽然人员紧急逃出 但是小动物们却无法及时得到救援 有人居然就异想天开了 试图从排水垢爬到大楼里面 不过爬到一半发现路不通 而且他觉得他可能会早期中毒就放弃了 掀开排水盖要爬出来 遇上了一名酒吧员工 路人吓得拿出手机拍下这个奇异的画面 推开下水道这不是忍者规 这件男子全身脏污鬼鬼祟祟探出头来 这件男子一本震惊回答出这超离谱的答案 这名城市人者规看到机支受困新闻 特地从台北赶到花莲 但是路口都被围住了 竟然一想天开 想从下水道通往天王星大楼救机支 到过那个围里了 这边卡住了 走到前面 男子满身土壤混杂着会晤 地上都是他脏兮兮的脚印 臭气熏天 由于地震会导致下水道堵住 再加上地下满是有毒气的早气 让他不敢再前进 只好作罢 索性让忍者规难挂心的机支 隔天已经全数救出 这里在这里 你有办法慢慢捡吗 这里啊 天王星受困的最后一支吊挂机 终于被救出 他脚上还缠绕着困住他的线 公班人员也帮他剪除 不过四组在地震后市区 家园目前情况已经无法继续饲养 他与同伴一共六只鸡将全树安置在农场 记者终合报导